论文门已经进入了短兵相接的阶段 在台湾确认论文不存在之诉的法官张永慧 上次开庭坚持不愿意调查证据 遭到律师们退庭抗议 张永慧透露新政 提出一造辩论判决遭到了拒绝 这一次又再定出了11月29号 11月30号连续两天的停期 势必是要强度关山 替蔡英文不存在的论文强势背书 不同于其他论文门案件几乎全部暂停 张永慧的积极开庭 当然是因为背后的政治压力 因为伦敦的法律战已经进入了关键时刻 随时都会让这场38年的跨国世纪丑闻一系崩塌 即便英国高等资讯法庭Upper Tribunal Court 近日连续两个判决 判决了调查团体败诉 但是判决的理由却给了我们更大的信心 首先第一场的法官Mark West 已完全不相信伦敦大学会说谎 批评调查团体滥用FOIA做出判决 无论论文是否曾经交付或遗失 或者从未收到 并不影响要处理的争议 也就是是否要公开口试委员的问题 他又说 FOIA不是去发现蔡英文论文争议一切的工具 法官Mark West又说 尽管上诉人 也就是Michael Richardson 雄辩提出了许多相反的意见 但是我完全不相信伦敦大学在本案当中 一直说谎 或者涉及学术诈欺 法官照搬着ICO的观点 无视于证据上的矛盾 相信伦敦大学不会说谎 推翻了上诉请求 但是这样的结果 只会更加凸显伦敦大学 也是共犯结构的一环 以及蔡英文口试委员案的不合常理 另外一位法官Edward Jacobs 他则坦白地说 判决表示即便伦敦大学说谎 并且以替代品取代正式文件 FOIA也没有提供一个方法 来确认信息是否准确 即使法庭可能会忧心信息的准确性 但是FOIA没有提供一个方法 来确定信息是否准确 他的原文是 法官有说 F.O.I.A.A.的规定 资讯应该以请求的形式提供给请求者 但是遭受到尽可能合理可行的限制 一般来说 原始的资讯无法替代可能是正确的 但是在F.O.A.当中可能必须有替代品 法官的这份判决则是更加直接明白的 说明了这个案子背后的问题 第一 伦敦大学没有持有任何蔡英文正式的学位文件 第二 作为文件证据的替代品 还有准确性的问题 同样的案件 两位法官却给出完全不一样的理由 Tribunal Court可以说是为了拒绝公开蔡英文的口试委员 绞尽了脑汁 但是后面还有四个以上的诉讼在等着她 这些案子既不牵涉到个人隐私 也无关第三方利益 却同样的具有分量 这不知道接下来的Tribunal Court 这些法官到底要怎么应对了 六个Tribunal案件当中的第三案 是林环强教授针对2019年10月8号 伦敦政经学院的声明 这究竟是第三方提供 还是校方的名义发表 结果这么简单的问题 伦敦政经学院的法务经理Kevin Hance 居然也以无理取闹拒绝回应 在历经ICO9个月的延宕 今年10月份也成功上诉到了Tribunal Court 如果大家还记得 LSE的声明在第一时间曾经出现过 这和施方龙一模一样的惯用错字 IALS的名字 其中的of被写成了for 在被揭穿之后 LSE立刻更正了声明的内容 但这就是这么小小的一个微小的动作 让我们坚信 这份声明是由蔡英文犯罪集团所为 事实上 LSE大可大方承认 这就是经由学校校方背书的声明 但是他们宁愿打到Tribunal Court 也不愿意坦诚 这就是官方声明 这就像蔡英文的口试委员 究竟存不存在一样 伦敦大学和英国的资讯特论官办公室 ICO刻意地让这一切保持模糊 这背后的原因 自然是因为这份声明 处处充满了虚伪的陈述 校方不愿承担法律责任 却又要包庇政治权贵 案子还没有结束 林环强教授最近又发现 就连2022年伦敦大学的官网声明 也在今年的10月份 偷偷地篡改了蔡英文学位的班授时间 从原来的1984年2月 改为符合蔡英文2015年 补发的假毕业证书的 1984年3月14号 这种明显造假 捏造的行为 就跟蔡英文自传 博士论文口试 姐姐特地飞来英国陪我 这种被踢爆照片的背景 是在美国的波士顿之后 干脆直接篡改成为 我与大姐蔡英玲合影 这种情况是一模一样的 伦敦大学显然 现在也就不演了 伦敦大学敢如此的不顾观瞻 正是因为10月份 两个连续Upper Tribunal 高等行政法院判决造成的结果 有了Upper Tribunal的公然掩护 面对FOIA自由资讯公开法 伦敦大学可以大开特权 用不准确的替代品 作为公共资讯的佐证 现在即便你质疑他 为什么更改声明的学位授予时间 伦敦大学也只要说明 因为之前2月的资讯 是不准确的 就可以轻松地说服 资讯法庭的法官 当你要求他拿出文件的原本 他就以替代品告诉你 这些资讯已经足够了 在行政诉讼上 伦敦大学将会立于不败之地 时间回到2010年 蔡英文第一次参与公职选举 拿着补发的毕业证书 自己切捷交由祝英代表处认证 蔡英文明白了 自己学位的漏洞实在太多了 2011年的6月份 当时蔡英文率团成员 包括了当时的祝英大使张晓月 以及陈奇迈 肖美琴 谢志伟等人 拜访了伦敦政经学院 他们不止偷渡了纸本的论文 也做了第一次贾博士学位的 沙盘推演 在完成布局之后 2011年的7月份 伦敦政经学院与伦敦大学 第一次发起对蔡英文不存在的论文 内部调查 最后伦敦大学的 Research Degree Examination这个单位 首次提到了蔡英文在1984年的2月 货班学位 这当然是不折不扣的谎言 这封信当初就是为了堵住校方 继续对不存在的论文进行内部调查的手段 这种用电子邮件创造虚假讯息 当成蔡英文学位证明的手法 犯罪集团从2011年一直用到现在 而这就是伦敦大学的声明说 蔡英文在1984年2月取得学位的依据 2011年蔡英文集团 还完成了学生记录表的伪造 这份伪造的学生记录表 同样记载着蔡英文于1984年2月取得学位 而且还将Elliott 他的指导教授E-L-L-I-O-T-T 写成了E-L-L-I-O-T 这和蔡英文的致谢词写错的指导教授名字的一模一样 以及学生记录表上明显是由不同人完成的字迹 Date of Entry 是指学生提交论文的时间 在学生记录卡上面写得非常清楚 就是在1983年的6月提交论文 Result 是指学生提交论文的结果 学生记录卡上面也非常清楚的载明 这就是2011年蔡英文犯罪集团早期的谎言版本 蔡英文在1984年的2月份 货班博士学位这个谎言 而这个时候这本不存在的论文连题目都还没有搞懂呢 我的论文的题目就是 Safe guarding Domestic Market 我的论文题目就是 Safe guarding Domestic Market 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叫做 Safe guarding Domestic Market 在我那个年代我的论文题目就是 Safe guarding Domestic Market 现在伦敦大学更改了蔡英文学位颁售的时间 为1984年3月 这完全是配合了国安单位创造出来的 1987年甘乃迪文件所修改的版本 1987年甘乃迪文件明确地指出了 蔡英文不存在的论文题目 以及1984年3月14号学位颁售的时间 因为伦敦大学内部根本没有任何有关 蔡英文博士学位的记录 教育部手中的公文变成了蔡英文学位 唯一的证明文件 伦敦大学只好配合了国安团队伪造的甘乃迪文件 更改声明将蔡英文的学位颁售时间 从二月份改到了三月份 但是这样有用吗 事实上 FOIA并不是如Upper Tribunal Court说的如此的无能 但是这场跨国试剂丑闻 背后牵涉台湾英国的政治高层 英国伦敦大学早已深陷风暴 为了替这场试剂丑闻擦枝抹粉 ICO资讯特论官办公室硬是提出了两个法律观点 一个是第三方合法权益 Legitimate Interest 以及合理必要性 Reasonably Necessary 用这个方法从中限制我们 从FOIA取得答案 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 党得了一时 党不了一世 另外四个Tribunal的案子 都无设第三方合法权益 以及合理的必要性 更重要的是 这两个法律理由 根本经不起考验 完全可以送到英国上议院 去打FOIA的刑事官司 尤其当上诉人是彭文正教授的时候 因为彭文正教授 已经是蔡英文学历疑云的受害者 被刑事起诉并通缉13年 身为当事人彭文正教授 绝对拥有直到完整真相的法律权益 2022年的6月21号 法官Alison McKenna 判决了伦敦政经学院 提供不准确讯息 违反了FOIA 彭文正教授就已经要对 伦敦政经学院提出 民事损害赔偿告诉 LSE2022年的9月1号 再度以个资法 拒绝公开蔡英文口试委员 彭文正教授便发起了 司法诉讼的募款活动 不到短短的两个星期 便获得了热情的群众 募资了500万台币 而在Upper Tribunal的判决之后 伦敦大学也可以正式加入 被告的行列 因为法官Edward Jacobs 他的判决显示 他们也提供了不精准的讯息 并且作为证据 去对抗FOIA 明确造成了彭文正教授 造成了他法律权益上的损害 正当彭文正教授 积极进行司法诉讼的过程 却突然传出 驻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依护照条例 注销了彭文正教授的护照 让彭文正无法进行跨国旅行 只能以专案的方式 被押送回台湾 这种与当年戒严时期 黑名单相似的手法 立刻引发了台湾社会的哗然 天而是 力量贛引发了异的之后 以来听名声 至乘压下 所以向前、太教授 他的百吒实力 含文正、含文正、胡言正、 国民生长、副少、 国民国的副少、 独立国的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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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警察毛錢條 我的好朋友彭文正 今天被你們這些萊豬黨 沒有宣布戒嚴就搞戒嚴 萊豬黨取消了我好朋友彭文正 的中華民國護照 就因為彭文正 一直在追打蔡英文的 假博士跟假論文 被你們弄成偷緝犯 有史以來 真的是生六周六壞 不看過一個政府 會用這種方向 來對替自己的八成 憲民正是因為 改革創立英文總統的論文 不讓政府來統籍 現在連中華民國的呼叫 也要把他注銷 讓他變成一個國際難民 比一個跟他不一樣的聲音 競然可以用這種保守 來把他出發 各位 你覺得這樣才有公平 現在是什麼情形 民主走去哪裡去了 我們的八成都不能出聲他媽媽 各位 你有發言中 只要有人提出質疑 就有一些人說你是中共同路人 就叫你去台北看看 但是我們八成一定要點點無聲 看我們的政府把我們亂報 有什麼憲民前傳心這條新聞 到現在還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到底這是什麼人在控制不替 蔡英文追殺彭文正 註銷護照真的有夠狠 貪婪腐敗極權黑箱 黨國議體掌控媒體 蔡英文的獨裁列車正在加速的向前 將台灣帶向威權 離自由民主真的已經越來越遠了 彭文正因為質疑蔡英文的論文造假 所以遭到通緝流亡海外 賈博士告真博士還不稀奇 蔡英文再下重手 直接註銷彭文正的護照 將他打成沒有護照的難民 而台獨大佬林桌水很不解的問說 論文門有必要演變到通緝彭文正 再追加到註銷護照嗎 蔡英文到底在怕什麼 要如此對彭文正千刀萬米的追 看暗近期的論文事件 除了林智堅、劉建國這些執政權貴之外 遭到指控論文有問題的在野者 無不盡全力的提供資料 要面對質疑捍衛自己的清白 但就算蔡英文的深短論文資料 不是由他核定為絕對的機密 他也應該要為自己解密以招公信 套一季林環强教授提醒蔡英文的話 權力是一時的 良心是永遠的 邪惡的歸宿不是權柄 而是暗黑的萬丈深淵 今日追殺彭文正 明日下架蔡英文 正義不孤單 彭文正教授加油 不只是如此 連法律人也紛紛跳腳 身為彭文正的辯護人 李政華律師 立刻提出了嚴肅的法律見解 這個韓文是連發護照的原處分行為 都給撤廢掉 這個就是違憲 因為彭文正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國民所持有的護照在外國 是代表該國國民的國籍證件 政府可以註銷該護照本身 以及是否准以延期換發 但是依法應該是不能夠 連原先最早發護照的處分 都加以撤銷或者廢止 其次法條是以被司法或入出境機關限制出境 才可以扣文件 但是彭文正是被通緝 不是被限制住居行動的出境限制 法院是以彭文正人已經出國不回來 出庭才通緝 根本不是被限制出境的狀態事實 蘇患智律師也強烈對外交部的官僚濫權 表達了嚴重的抗議 他說經司法或軍法機關通知主管機關者 到底因通知主管機關什麼內容 並沒有明文規定 所以等於是缺少明確的構成要件事實 所以要如何能夠得出法院通緝 就可以扣留護照的結論呢 顯然是一個天馬行空的株連 通緝律師更是召開了一場聲援的記者會 強烈批判這背後的遏制政治行為 更主張應該法辦背後的主使者蔡英文 那我跟劉仲義教授其實有討論過這個問題 我們強烈懷疑就是說 國安單位蔡英文政府 不希望彭文正教授到英國去提起訴訟 所以才會在這個奇怪的時間點 來做這樣的一個註銷他護照的事情 除了我們今天的整個主題就是 挺人權就真相 然後我們要對於蔡政府 這個無良的政府強烈譴責之外呢 我們要請他停止通緝 彭文正教授以及怎麼樣恢復他的 主動發給他一本有效的護照 因為這是基本人權 其實今天民進黨政府在做這件事情 我跟一些人談過 我認為他的關鍵就在民進黨政府怕彭文正到英國 到英國為什麼 到英國有可能一個是政治庇護 一個是到英國去打官司告蔡英文 一個7座正這些都不是蔡英文想看到的 否則我再回溯一下通緝的過程 去年的10月22日 臺北地檢署的混蛋檢察官 叫劉承武申請通緝 向臺北地院申請通緝 這個被李政華說是司法敗類的姚念慈 在11月17號批示通緝 11月19號發布通緝書上的民意人依法是黃國中黃院長 到了上個月的20號才通知 因為彭文正19號透過他的夫人向舊金山辦事處申請新的護照 因為他的護照到齊了 他去申請新護照 19號下午去申請 20號最事件下來四個處分 不給他新照 還把舊照扣住了 註銷了舊照等等 這一年我們的執法機關在幹嘛 他可以在11月20就 註銷你的護照 遲遲不註銷 到了將近通緝快要一年以後 將近一年他才滯銷 到底何在 我剛講了 大概最怕他是到英國 那其實最重要的就是我們接下來的行動要是什麼嘛 其實他們這樣胡搞惡搞通通都不用負責任 政黨每一年都領我們的政黨補助款 憑什麼叫他來賠嘛 所以答案法解密我想要知道到底簽了這些公文的 註銷彭文正護照的人到底是誰 這將來我們要在所有的這個 這個敗官的這個這個 歷史上面我們必須要留一個註角 然後損害賠償也要跟他追償 然後是誰提名這些人的 這些政黨都必須要連坐 所以答案法解密政黨連坐我覺得是 讓台灣政治可以回到正常 的一個非常關鍵的一個方法 論文門這場戰爭已經到了短兵相接的階段 一直受到監控的彭文正教授 事實上原定計劃只是單純的年底 要和家人一同到日本去旅遊 所以才去駐外使館 焕發護照 顯然蔡英文的國安犯罪集團 知道整個事情的嚴重性 擔心彭文正教授突然從第三地飛往英國 讓整場醜聞事件失去掌控 所以不惜違法違憲 也要限制彭文正的行動自由 重現戒嚴時期的黑名單 邪惡不被制止 只會滋養更多的邪惡 面對獨裁者的暴信 我們只有更堅定的往前 直到論文門裡面的每一個共犯 都被追究責任為止